CMNC 秋元珠電影版一番賞的 BC兩賞 物己打 分別為超級賽亞人版 跟超級賽亞人不入的版本 這一隻好久好久沒有出現的 自從之前的電影版 非常久之前的電影版 出現過之後就再也 沒有再出現了 終於在今年 日本商業電影版 再度的出現 台灣 就要等到明年的2月27號 才會在台灣正式的上映 盒子的體積 也是還不小 物己打超級賽亞人版本 臉部的頭雕 超級無敵驕傲的 表情 非常非常的對問 超帥 頭髮的塗裝 這隻就有點落殘 可以看到做工 真的是不太好 竟然旁邊這邊 還有掉色 超級明顯 他頭髮也是採用一個漸層 漸層 漸層上的是還蠻漂亮的 有一個深淺的搭配 有一個深淺的搭配 但頭髮這個的做工 真的是有點不敢領教 他上半身這種小背心的衣服 會呈現一種油亮感 他做工 可以非常清楚看到 真的也是不太行 就稍微粗糙了一些 但是 也是有用上漸層 後面這邊 可以非常清楚看到他的做工 真的是算大幅退步的不少 因為他上半身幾乎就是這一條小背心而已 其實他整個都是裸露上半身的狀態 肌肉線條跟之前超級賽亞人的這種悟空 是一模一樣的感覺 整個除了非常立體以外 也運用了大量的 陰影效果 然後把他的肌肉 呈現出來視覺上的最大化 非常清楚明顯 但後面 就是偏白了一點 但是線條 全部都有勾出來 前面你就看 是非常非常的深 逆影感 然後護手碗這邊是呈現一個黑色 手的指甲部分你就會覺得 怎麼都會覺得有點髒髒的這種 這種感覺 一樣腰帶 非常的立體感 這顏色搭配的真的非常的好看 漸層 然後加一些皺褶的痕跡 飄逸的感覺非常的足夠 褲子竟然是跟 悟空是一模一樣的 中間這樣 開開的造型 褲子 跟一個漸層搭配 可以 加上一些皺褶感 算是非常的立體 那他這邊正面跟反面的顏色 就沒有差的非常的多 只是有點些許的不同 他鞋子部分上面 的這種藍色立體感 的呈現也是算蠻好看 深淺深淺的搭配 真的算非常的不錯 褲子旁邊的這個 非常的明顯 這兩條 鞋子的塗裝 真的算有代加強 在看一次完整的細節 再來看一次完整的細節 超藍霧吉達 真的這個臉部表情 超級無敵帥 跟金髮霧吉達 完全完全不同 整個型態跟做工是一模一樣 就是塗裝上的差異 現在看他的臉部表情 藍色的頭髮的塗裝 也是 深淺一個搭配 跟之前David介紹的 同一系列的一番賞 霧蓬的藍髮 幾乎是一模一樣的感覺 算是還蠻有質感的 但他塗裝的問題 其實還是有 你可以看到這邊 然後超藍霧吉達 很帥之外 竟然 看 這裡 眉骨 有一點點小小的異色 感覺是有點吃進去的感覺 所以這可能就已經 沒辦法消除了 只能開啟武士大法 還好 這個角度 是完全的把 那個小異色擋住 雞肉的線條 跟前一隻一樣都是非常明顯 呈現出立體感 做一個深淺的搭配 非常非常明顯展示出來 肌肉的這種樣貌 跟金色的來做一個比較的話 可以看得出來 藍色的 褲子 他是做的比較深的一點點 還有 鞋子上方的這邊 藍色 也是做的比較深 可以非常看得清楚 至於膚色的話 藍色的這邊 上半身 這種 肌肉線條感的陰影 就沒有 金色的 那麼來的強力 所以他皮膚會顯得比較白了一點 至於上半身的小背心的話 藍色頭髮這一隻 也是做的 比較在亮了一點 金色是比較屬於暗一點 所以 其實 是塗裝上 算是做完全不一樣的感覺 那腰帶的部分 很清楚的看到 藍色 他做的比較亮 所以 這兩隻分別有做亮跟暗 的塗裝的差異 再來看一次 完整的細節 是 高度約在25公分 加上 1 1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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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整體評價六顆星 這次電影版的一番賞 其實做工非常非常的撐吃不齊 像畫面上的這兩隻金髮的就可以不靠地台做戰力的動作 但是染髮的如果不靠地台幾乎沒有辦法做一個戰力的動作 而且這個地台非常非常的緊 你要把腳放進去的時候要非常的用力才卡的進去 但是你卡進去之後就是完完全全的非常的牢固 而這兩隻最大最大的亮點還是一樣在於頭雕的部分 不管是眼部的表情或是頭髮的顏色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質感 再加上它的陰影線條呈現在肌肉上面的部分也是做得非常的不錯 那至於塗裝的話 這就算差強人意 但是整體的造型 非常的好看而且Size也算不小 最主要是達洛特的金品真的算少之又少 這兩隻真的算非常非常的好看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Love&Peace 掰掰 acağım crochet 咥 qualified 咤 咥 咥 concerns